Hello大家好 为了搬家整理 我打包了非常多的彩妆 那借着这个收纳整理的机会 我想和你们分享八支 我无论如何都难以舍弃的口红颜色 说它们是适合我的永不过式唇色也不夸张 我觉得不管是贵价口红还是平价口红 我更在意它的使用品次 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好几支即将空管的口红 我的唇色比较深 有唇眼 嘴巴有点容易干 那最近我在楼上连续在装修 我今天就来旁白解说啦 第一支是七四里的斑马笔 这支口红像是润唇膏的质感 非常滋润而且光泽感很漂亮 是适合深唇的柔粉色 即使是素颜图也毫无压力 这一支可是我心中枫叶红唇色的number one 显白有一点骄傲的自信感 使用率前三的唇膏它真的排得上 衬肤色黄皮的本命真爱 要选就一定选这个极致哑光的质地 不拔干而且哑光的质感可以维持非常久 这是一支特别浓郁的日杂南瓜色 非常跳跃不觉得沉闷 高体软润上次有一种融化的感觉 超级贴富完全不抱住唇味 好一支温柔又不俗气的粉豆沙 有一种柔弱的美感 会想到摇摇欲坠的粉勺咬 哑光感让它更适合塑造气质美人氛围 可贵的是它和我的自身唇色还挺契合 最薄涂也很 被高频询问过夸赞过了一支唇膏 别看它看起来有点深有点辣妹感 当它薄涂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妆感 适合去健身时候用又不出跳又不会觉得没气色 哑光奶油的高体遮盖力也很棒 这支巴黎红很有巴黎美人的样子 就是那一点点难以察觉的曲调 成为了我的正常的唇膏 反而很正的红我涂起来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 这一支就是稍有偏差 但却能让我满格发射自信的一支口红 四段观感的姨妈红 和声唇色很搭 感觉近两年我更能涂出它的味道了 感谢观看 爆灯惊艳的红 有一点荧光却不违和 哑光的聚感但是不怎么拔干 是人群里绝对惊艳的装后体验 谢谢你的收看 希望这支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留言关注好吗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